欢迎学习Go East中文课程HSK2 这节课我们学习我买到回老家的火车票了 学完这篇课文,你可以 1.表达怎么买票 2.表达请求做一件事情 刘爱丽和王小麦在公司 我们看看他们在说什么 看完视频后,请回答这两个问题 1.刘爱丽怎么这么高兴 2.他让王小麦做什么 现在开始,我们一共看两遍 小麦,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我买到回老家的火车票了 你买到票了?你老家在哪里? 我老家在河南,下个星期天的票 你可以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吗? 我有很多行李 好啊,没问题 小麦,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听懂了吗?我们来看看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刘爱丽怎么这么高兴? 正确的回答是 她买到回老家的火车票了 她买到回老家的火车票了 因为我们听到 我们听到刘爱丽很兴奋地告诉王小麦 我买到回老家的火车票了 第二个问题 她让王小麦做什么? 正确的回答是 她让王小麦送她到火车站 她让王小麦送她到火车站 因为我们听到刘爱丽问王小麦 你可以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吗? 我们再听一遍课文 请根据关键字复述 这个练习可以帮助你记住重要的句子 准备好了吗? 小麦,告诉你一件事情 小麦,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我买到回老家的火车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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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到票了 你老家在哪里? 你买到票了 你老家在哪里? 我老家在河南 下个星期天的票 我老家在河南 下个星期天的票 你可以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吗? 我有很多行李 你可以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吗? 我有很多行李 你可以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吗? 我有很多行李 最重要的短语和句子 一 我们看看怎么表达买票 视频中 刘爱丽说 我买到回老家的火车票了 下个星期天的票 如果我们把时间 如果我们把时间 地点放在一起 我们应该说 下个星期天回老家的火车票 结构是 结构是 加一个地方 加的 加票 加票 请注意 票的量词是 张 我们要说 一张票 两张票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小明去火车站买票 他可以说 我要买一张明天下午三点去北京的火车票 如果要买飞机票 也可以用这个结构 比如 这是8月20号去香港的飞机票 请注意 刘爱丽说 我买到火车票了 买到的结构是 动词加到 表示 动作结果是 得到了一个东西 否定结构是 没 或者 没有 加动词 加到 比如 我们买到了这个周末去杭州的火车票 Sara Sara 没买到下个月回美国的飞机票 更多关于动词加到的用法 请看我们的语法视频 2.我们再看看怎么表达请求 请求 视频中 刘爱丽问王小麦 你可以开车送我去火车站吗? 可以 吗? 他 常常用来表达请求别人做一件事情 这样比较礼貌 视频中 刘爱丽还告诉王小麦 我有很多行李 这个是说明请求的原因 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上因为 所以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你可以开车送我去火车站吗? 因为我有很多行李 王小麦的回答是 好啊,没问题 如果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以回答没问题 如果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先说 不好意思 对不起 然后说不可以做的原因 这样比较礼貌 比如 不好意思 下个星期天 我很忙 大概没有时间 现在我们看看 还可以怎么用这些句子 一 十月一号是中国的假期 你想坐飞机去上海旅游 你怎么对售票员说 我要买一张 十月一号去上海的飞机票 二 现在你到了上海 你有很多行李 你怎么请出租车司机帮忙 请问 请问 你可以帮我拿一下行李吗? 好了 这节课我们学会了 一 表达怎么买票 二 表达请求做一件事情 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 要记得多多练习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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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